出現入市訊號 應該買哪隻優質股? 富昌證券 升級股評人 天天醒你選股貼市 還會教你食信大浪 做你自取未股 立刻下載富昌股亨通手機 開戶立本 華禁二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節目 由我自己一個人 跟大家做主持 恆生指數 今早表現得到 就不是太良好 現在都不算帥氣 跌近170點 如果要找原因的話 明顯見到 整個榜股份 大盤股 走勢開始有分歧 例如見到小米 高位回頭下跌2.5個百分點 然後見到建行 平保 友邦全部下跌1 中移動公行下跌1 又不是全部下跌很多 比阿迪跌 昨天又是升得多 今天又跌了一點 所以 似乎隔夜方面 美股 升勢本身都良好 今天科技股曾經一度衝高之後 稍有回落 大家繼續可以打電話過來 我一會兒給大家 在電話上解答問題 以至到YouTube和Facebook上面 可以繼續留言問問題 今天我們看看股份方面 反而不講小米 先解答了 應該說 先去和大家主動提出問題 因為如果看回 今天在二大跌幅榜裡頭 大家見到 天立教育、銳建、豐業 甚至乎誠實愛教育 這四個教育股的跌幅 認真驚人 二十二、二十一、十八和十一 究竟出了甚麼事 當中 因為我領軍更多 宗教控股八三、九 究竟會有甚麼問題出現 是否有甚麼不利的行業政策 還是怎樣 好了 看著1773 天立 嘩 即是大腰斬 兩乘二 其實出了甚麼情況 看回他們的政策 一些傳聞 偶傳 不過應該是真的 話說 教育部等內地五個部門 引發了一個叫做 關於進一步加強和規範 教育收費管理的意見 這個通知書 通知書指明 當局將會嚴格地 禁止非營利性的民辦教學團體 通過關聯交易來獲取辦學的利益 詳細的東西 其實真是未曾有明誓 不過已知的就是 為甚麼 有些股份 其實今天 當然這幅圖就很難看 老實講 詳細破頂股都這樣跌 這是很意外的政策情況 839 老實講 跌幅又不同 別人跌兩成二的時候 他跌二點幾三 為甚麼會有這麼不同的情況 甚至1769 思考落教育升四 所以原來這一個政策 其實是針對K12 你可以簡單理解為中小學 這樣的教育 而不是影響到一些高等教育 和職業培訓 839 大家就知道 他做一些大學為主 高等教育 和職業培訓 所以嚴格來說 這次的政策 並沒有針對他 並沒有針對他 同時間 其實你會見到 667 這些擺明 就是做過職業教育 似乎 亦都沒有針對他們 所以你會見到 很強烈的分野 雖然同一個板塊 你知道 東方教育 其實是教煮飯 教人 教IT 教駕車 所以其實就不是K12 當然有人問 究竟現在會不會 只是管K12 他日會不會都管高等教育 這個大家一起Brainstorm一下 過往內地國情 老實說 我都不是太了解 不過 從一個中小學 我想大家都知道 是強制的教育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民生問題 正路那些所有的收費 應該是受到監管 不能夠太過 掠水魚 但問題就在於 高等教育 你要讀下時間 你要讀劍橋 讀牛津 那什麼都可以管的 如果一些高尚 高尚 專尚學院的收費 我自己這樣看 當然 看見 亦都有他或一的規準 在這裏 但是 似乎 真是講到一些 名牌專上的教育來講 規範就不能夠一刀切 甚至乎 職業培訓就更加 喂 老實 沒有人逼你來的 職業培訓 這些 就是luxury 不是luxury 就是more than necessary 就是optional 沒有逼的 但是這件事就變成了相對 就不是那麼民生 去被管 所以 我認為 這件事 其實確實 真是會跟 一些高等教育 和一些 叫做 專業培訓 相關的辦學團體 那個影響相對輕微 相對輕微 當然 但是 情況就在於 現在看到股份下跌3.4% 因何原因都好 都要看著走勢 當你可能 例如看過去 這段老女頭 其實如果你問我 多頭排列 當然完全是沒有問題 因為你看到 10、20線 50線 100天線 250天線 全部排好隊 根本是完全不會影響到 整件事 不過呢 事實真是 見到 最近這 叫做十日八日 在橫行的階段底下 今天有少少向下跳了下來的情況 失手了15.2的一些關鍵位置 變成最短炒的朋友 就要自己去謹慎 究竟是不是要減持這樣的情況 當然 至於如果你是長渣 或者中長線去持有的話 甚至乎 我本身短炒的 但是我 如果在可行的情況之下 我盡量避免止蝕的話 不是說 叫你短炒變長渣 只不過就是 我不希望 如果擺明是有機的 我不希望斬了 我就有其他資金 可以做其他部署的 這樣我會說可以考慮 因為多頭排列 這件事 說真的 很難一下子去扭轉 這個聲勢是很強烈的 所以大家就自己去留意住 這個就是今早 我對於一個比較熱動的板塊 教育股份 有些要跌兩成 有些為什麼要跌兩個百分點 這樣的一個我自己的一個分析 結論 希望幫到大家 好了 剩下幾分鐘 當然希望都看了其他焦點的個股 包括小米 小米這段路 一路升上來 幾乎每天都揚足 甚至只不過是前天 有顆星仔 但是跟手都揚足 而今天小米就要衝高 稍微回落 同時間 有支陰燭出來了 如果這樣的話 當然 代表高位又固壓 但是 就是兩個原因 第一個要點 第一個要點 就是現在 只不過是半日試 下午不知道 第二個要點 就是 其實 只不過是一個 叫做 日中的小回條 正路 雖然連續五日的陽燭 沒有出了陰燭 而今天出 是需要正視 這件事確定 但是 因為較早之前 其實 這些情況 八月中後期 小小第三個禮拜 其實都試過一下 叫做陰下陰下的情況 所以我會說 今天 並不能夠確認 它一定 已經是玩完 甚至乎轉勢 其實就肯定 未轉勢 差在 就是 最短炒的人 經常都會想 怎樣去吃虎 我就給大家 一個位置 正正就是 昨日的開市委附近 23.8 那些位置 我覺得 最基本最基本 都要失番一字族 才去想 究竟是否短線吃虎 那你說 為何不賺多一毫 只有一毫 賺多半元 只有半元 原因就是 在於 始終 如果一隻強勢的股份 你拿到那個指賺位 是那麼緊的話 其實 我就覺得 很可能會 因為它的健康調整 而錯過了下一個星 升幅 這樣 這件事你要明白了 好啦 甚至乎 如果你說 都是想 從小事圖上面 可不可以再找 多一點點位 其實老實 剛才23.8 如果我現在看這支 比較大一點的陽足 23.5 甚至乎 都是23.7.5 說真的 23.8 已經比得非常之適合 我就不建議 盲目地追求 很近的指賺位 怕浪費了股份 就是這麼多 好了 現在還有15秒 進入半日市 第二 恆生指數 依然要跌 靠近 百三點 坐緊 雖然跌幅 稍微有收窄 做好一點點 現時跌 139點 進入半日市 好了 即是25,045點 暫時 嬌造手 穩住25 不過半日 有916億元 成交 當然 今天有配股 2269 若名生物 我們待會再跟大家說 繼續打電話來 在YouTube Facebook 留言 也可以 待會見 好 看回半日市 剛才所說 叫做 維持25,000點 勉勉強強 看看是否真的可以 站得穩 好了 跟著 輕輕 聽電話之前 講講幾隻 叫做 領軍股份 1302 今天 其實曾經一度都升過 先見科技 老實說 今天它相對於 其餘整體板塊來說 算是站得穩 不過都失了五十天線 所以 昨天都有說過 失兩個二毫半的位置 如果大家想走的話 都可以考慮 失兩個二毫半 至於1448 福壽圓 較早之前 八到零五這些位置 如果都是失的話 都是可以 短炒的話 走人 記住 其實跟剛才 有少少相似 就是說 多頭排列 仍然是相當強勁 維持到 所以整體中長線強勢 是可以的 如果你不想 叫做止蝕的話 是可以考慮 就是真的去 保持多一陣 這個 並不是盲目的 短炒便長渣 而是事實上 當你覺得圖 如果真的不是太差的時候 又可以等多一陣 即管 並不是空頭排列的股份 或者真的弱勢的股份 我不會跟你說 叫做短炒便長渣 但這些情況是不同的 大家就自己留意了 聽電話 陳小姐在這裡 陳小姐你好 你好 陳小姐 請說 我剛剛聽到你分析那個839 我就剛剛想買 不是 剛剛我就想問這個839 因為我打過幾次來的 我是重貨 那位陳小姐 我就是16.4買的 我想問一下 我可不可以 究竟是空頭一部份 還是我想等到它 因為它的業績 是不是要10月才出 如果我先查一下業績 不過我先說 當然 如果以技術走勢來說 它拖實 短線有可能會比板塊上的氣氛 稍為拖累一點 那線位方面 輕輕失了 但是當然 像我剛才所說 中長線的話 現在仍然是一個多頭排列 其實如果你要等業績 暫時我就未曾見到 很快會有業績 因為我在AA stock找 業績公佈的日期 暫時未有下一期業績公佈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 暫時未知 那是不是遙遙無期呢 這樣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就 就 你變成了 照等著先 如果看回 譬如 4月出了業績 11月27日出了業績 然後 然後 4月 4月 11月 似乎 他們都是流行 中期業績 往事8月 老實說 4月11月 沒有 短期沒有業績 所以 你自己去看看 究竟 不要 純為了等業績 而是 你看看 如果你說 非常重貨 老實說 非常重貨 我覺得減 我覺得不需要清 但為甚麼會減 因為 一來 股份有少少失了位 二來就是說 板塊有政策 雖然我剛才都解釋得很清楚 其實大家是在做不同的教育 但是 就怕 變成資金可能 在整個板裡 就未必會 真的 那麼分得開 就說 我只是入這幾隻 反而可能就是 會不會整個板 稍為冷卻一陣 變成從一個叫做 怕輸錢的角度 或者 想把握一些 金錢 來部署其他機會的角度 都好 我覺得 如果你說到明 給我聽說很重貨 我是你 我會減的 那如果是 你便要是減光 還是減一半 還是減三分二 我覺得可以考慮 不是減光 至於是三分二 三分一 五分四 那些 就真的自己決定 我覺得 是可以考慮 不是減光 另外我想問 如果我減光之後 我想問 你們 因為我經常都是你的粉絲 我見到 你們經常叫 你們有一個組合 嗯 是啊 那譬如我現在 反而上有 880 880 好啊 我有1313 好了 我還有這個 我最近入了一隻 比亞迪 1211 是 每天都移回 還有一隻388 388 也很強 不斷持續 但是來說 我這些 都是 好 好 那個數 那個數 得幾手 很輕 就是 比起現在這個 是 哦 老實說 兩成左右 我明白你說什麼 那你首先 減輕一點 宗教 我不會叫你清 我會叫你減輕一點 宗教 然後呢 我會告訴你 當然 比亞迪和388 他們看圖的話 仍然是非常 強勢 但是我沒有什麼特別去 endorse這兩隻股份 但是 880 奧博和 1313 華雲水泥 我到現在都覺得 仍然是很理想的 所以 如果你譬如說 想現在轉去哪裡 加碼這幾隻 其中幾隻 行不行 那我首先會告訴你 880 和1313 都是好得的 至於 你也可以留一些金錢 當我想到 有其他股份 推介的時候 再告訴大家 哦 那我想問問 你的組合 除了880 和1313 還有哪幾隻 我可以考慮再入價 如果我 沽了一部分的 中價839之後 現時 其他 你說先建 甚至乎 叫福壽元 鑽藥當中 只是考慮 現貨 有貨 維持還是不維持 但未買 我相對 就不會推大 即是說 如果我現在 鑽了839 都可以在現街 去入880 和1313 沒錯 對 好啊 多謝 陳小姐 謝謝你 好 拜拜 拜拜 等於 我不知道 在YouTube上面 或者Facebook上面 應該都有一些朋友 可能會繼續 去問 譬如幾隻 靈均股 我當作回答 有位朋友 為何想問 多少隻 順便 因為都是靈均股份 快回答 1810 剛才提到 有些人 有幾位問 2013 當然破頂的話 不估頂 前頂 是13 08 儘管 再去 有一隻 是科技 老實說 名字 科技 真的不太懂 之前頂位 12.18 這隻 阿信科技 破位 正路 亦都可以買上 留意這隻股份 亦都是一個 破頂 無頂的格局 好了 跟著 我們 就聽聽 林小姐 林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是怎樣 我想分1313 現在還是強勢 絕對強勢 因為 其實 多頭排列 五條主要的軍線 完全排好了 跟著 仍然是非常之貼近 歷史頂位 如果看回 過往歷史 你見到 現在 完全已經是 歷史頂位附近 純粹就是 較早之前 11.9日 以擋一擋 但是 你見到 這兩天 其實市立 但是 之前一支大的 楊竹 在8月24日 其實 現在都守得 相當之好 所以 我覺得 沒有什麼特別挑剔 相當強勢 是 不過7有貨 都可以看著 絕對 是 沒錯 甚至 好像剛才那位 陳小姐 如果 現時有貨 而是想找東西買 的話 我仍然都是 實實地說 1313 和880 是非常理想 880 今天跌了 是不是都可以入 當然 因為 老實說 今天跌的 首先 昨天升的 都不止 二來就是說 其實最緊要 都是看圖 趨勢 一日半日 那個走勢上面 就不用特別太過戒懷 全部多頭排列 也是繼續破壞當中 你想想 這支這麼大的洋竹 又是21號的洋竹 它現在只不過是 每天上升 每天上升 其實它沒有一個 明顯的沽壓 還有 連昨天那個 所謂叫做 順於預期的賭收出賣 都有一勝 所以不用太擔心 我想問 99 99 9999 9999 網易 這支股份 突破 似乎準備失敗 152 這個位置 我當它是一個 叫做 雙底頸線的情況 如果今天 152 我不希望 真是確認穿152 否則 可能要下市139 這個區間底 變了 書多若莫都 13元 未買 就不要買了 買了 買了的話 你買了沒有 我一 155 那 我會建議 你看著152的位置 書3元 和書16元 相都遠 那 自己小心一點 OK 謝謝 好 多謝 拜拜 好啊 跟著呢 都繼續回答 有些朋友仔 問168 剛才講的新經濟 現在講的舊經濟 168 這隻呢 叫啤酒 嘩 這幾天真是 叫做調整得比較 有些 有些 肉酸 50天線的位置 盡守 老實說 之前70元這些頂位 突破之後 現在失敗 70.4 還未買 不用買 等一下力水 買了的話 自己小心點 六八六五都是今天的二棟股 好不好買 這隻福萊特波 因為和汽車相關 所以 相信需求都會復甦 上來 升八 進一步 也是突破高位 所以 可以 用回前頂 13元那些位置 來做止蝕 留意著 小米Core 加了到蝕 Core 老實說我真的不懂得說 正股 我經常都覺得 叫做 不想不想的 如果Core 真的需要很大的把握性 我沒有這樣的把握 如果你說過夜 你自己決定 我就沒有這樣的把握 2333 長城汽車高位出音 不過出音很少 沒什麼特別大問題的 9988 阿里巴巴 都是見到 在高位鎮住鎮住 鎮住 照計可以 都要 保持 3319 最近比較黏 而且轉向轉得明顯 10天 20天線 死亡交叉 50天線 有貨應該怎麼做 中場線 鎖 老實 希望是這種 死亡交叉 很快上回 否則 其實我覺得 中場線 轉了鎮 小心點 嚴格來說 較早之前 這些 例如42、3元位 應該要收 聽電話 都是李小姐 李小姐 你好 我想問你兩隻股 2628 我就沒有貨 我想問一下 這間行為入 還有CG科技 我2.48 就 什麼科技 先見 可以 1302 是的 我們入了2萬股 是2.48 我想問一下 我是不是應該要走 明白 2628 未入 好不好入 嚴格來說 A股今天都是比較黏 國壽 其實都是炒A股為主 暫時都沒有什麼特別大表現 所以我覺得 其實可以不用入 儘管等下先 不要搞它 還有你都要看著 如果它連17.8 18元這些位置都要失去的話 那都有一段時間 不用看了 至於1302 先見科技 剛才都說過 大概2.25元左右 再失去 最短線的話 就可以了 現時 它的走勢方面 仍然是多頭 不過呢 希望它盡快反 否則10天 20天線 死亡交叉 50天線 就可能會進一步轉弱 那我可以先拿著 如果是這樣 我覺得 如果你說2萬股 我不知道你覺得重還是輕 我覺得 如果輕的話 就要看 較早之前這些底位 不要失去 大概 就是2.17元的位置 千萬不能失去 變成雙頂 穿頸線就糟了 否則 如果是重的話 2.25元 可能都要小心一點 看看是否要先減少 OK 那如果到2.17元 就糟了 如果去到那些位置 有明顯的讓速反彈 當然可以保持 但如果去到那些位置 一去沒有回頭 那就糟了 明白 好 多謝你 好 拜拜 好了 跟著呢 都見到 又是有些舊經濟股 520 打邊爐 正路都是先立著 勢頭都是向上的 OK的 780 有位朋友說 16元 有貨 現在陰回來 不過老實說 陰回來 還陰回來 較早之前這些破位 14.98 你當是15元 暫時現在都叫做 在這些關頭 看看能不能站住 嚴格來說 都是突破失敗 但未至於弱勢 我是大家的話 我會等的 一來是因為保股 它的 fundamental 我找過了 第二就是因為市場仍然很快 或者根本就是進行中 仍然在炒疫情受控 經濟和旅遊是重啟的 好了 6078 叫做海吉亞 今天都是輕輕音 不過都是破到頂 之前高位參考43.9 向上 沒有問題 順便聽到電話 梁先生 梁先生 你好 你好 請說 我想問853 853 未創 請說 是否上網上破頂 較早之前 勢頭轉差了 10天 20天線 插穿50天線 不過 叫做 恰到好處 它就引入高零資本 這間 大家之前如果有跟我炒 叫做遠大512 你就知道 高零資本入股 可以簡直是先斗 任何起死回生 原本生的再爆 所以 它有一個弱勢 甚至即刻扭上來 當然 沒錯 先看之前43.25元 那些位置 做一個叫做目標價 我想問 如果MPF 還是保守 轉不轉去美股 還是保守 轉不轉去美股 在美股 沒有任何轉向 或者 叫做 Sale Signal 的情況之下 是仍然可以 仍然可以 當然 你說便宜 當然不夠之前便宜 你說貴 誰知道它會不會再貴 如果你問我 尤其是MPF 這些不是短炒 是趨勢 它現在趨勢 很明顯就是向上趨勢 我想 不能否認 無論你怎樣 陰謀論 覺得它隨時會爆破 都好 在這一刻 回答你 上還是下 肯定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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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下跌 所以我會說可以 幫你自己控制風險 好 多謝你 拜拜 拜拜 好了 應該還有一個電話 跟著我再看 9999 剛才說了 說1910 劫劫 老實說 劫劫就很悶 相對可能 小價一點 其實我覺得不太理想 772 2月紋 今天都是一隻比較爆升的股份 其實我最主要關注 55.4的項線 現在56元 企到55.4的話 就看前頂62 記住 這隻股份並非是歷史頂 有牌的 好了 聽最後一個電話 就是溫女士 溫女士你好 你好 譚先生 你好 我想問你 2013買不買得過 2013未盟 剛才輕輕都提了 前頂 就13.08 現在當然都輕炒科技股 這隻股份 透過之後 就突破13.08 踢倒的話 我覺得OK的 因為上方已經沒有蟹貨 沒有阻力 是歷史頂部 所以通常我會 譬如加多一成上去 加多個三上去 比於14.4附近 就會是我接下來的目標價 是 我還想問你一隻 請說 那隻飛鶴 飛鶴 今天這麼厲害 怎麼辦 老實說 雖然它今天跌幅多 也上了成家榜 但是你看它的圖 似乎它是一個橫行的階段 而不是一個明顯的跌浪 雖然一定不強 不會買的 但是它是似橫行多 似跌浪 或者這樣說 現在的橫行 可能只不過是跌浪開展的之前 所以都不得不防的 15.08是最近的低位 甚至乎較早之前的14.8 那我自己看位 我會覺得 最快15.08 最遲14.8 如果都是一個一個暗室 那就沒有行 到時才離開 好嗎 就這樣說 多謝你 謝謝你 拜拜 好 拜拜 好 電話搭齊了 看到YouTube上面 很多都搭了 所以這一節時間是這麼多 下週3點45分 我就不在 Vivian會和大家直播 到時見 拜拜 如果是拍照 我們可以再看位 我們可以再看位 我們要來看位 這部的 我們要來看位 我們要來看位